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邓正希 烟花的作者 就是这样的一本小书 烟花的作作过程不是很长 它本身也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 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是讲两个好朋友一起去看烟花 遇到的一些小插曲 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我的设定是 无论好朋友欢提出怎样的要求 无力呢 都是第一个给予支持 并且全程陪同 欠辛万苦也毫无怨言 这个当然是友谊的可贵之处啦 不过我想说的不止于此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比如说我 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傻傻的念头 还有一些很任性的决定 这个时候身边的人对我的看法 是否包容是否理解 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觉得在人与人相处的那种模式中 无论是朋友亲人或者是陌生人 您是否对他人的决定 给予足够的尊重 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一个被足够尊重的孩子 长大了以后呢 也会 比较容易去理解 和尊重他人 嗯 这个就是我在书中 现在要表达的一点 小小的想法 就是 一个带着孩子气 嗯 带着孩子气 可能会有一点幼稚 不成熟的想法 如果能够去尊重他 也有可能会开出很好看的烟花 嗯 当然我觉得 一本 一个绘本 最重要的是 能够带给读者乐趣 嗯 希望大家在 读这本 小小学的时候 可以 嗯 每个人都会有 完全属于自己的 阅读体验 每个人 就好像 每个人看烟花的分法 都是不一样的 乌入歧途 也有可能会 遇到 满地花开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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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